繡球花 這一顆 是我一年前 在那個 巴德 那個什麼傑亞那間買的 我買的這個品種 他好像叫什麼伊豆沃芋 葉子比較黑 剛開始買的時候 這個溫金養了一年了 給他換盆 不過我是上個月才換盆的 所以比較晚才換盆 突然我當時是比較隨意一點 所以 以今年他開花這個顏色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比較偏顯性的 所以開花就變成這種紅色 我剛買的時候他葉子比較黑 這個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這好像跟日照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我這邊日照蠻充足的 但他的葉子變得沒那麼黑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突然酸顯度的問題還怎麼樣 不是很確定的 這款伊豆沃芋啊 他如果以條酸 跟中性來講的話 他的 他的酸顯度來講的話 他跟那個 那一款叫什麼 忘記了 未來 還有賽布雷納 還有一款叫什麼 美加紫 是有點像 剛買的時候啦 我這顆繡球花的顏色 變成這個樣子 這好像是因為偏顯吧 還是因為偏中性的關係 他才會變這個顏色 然後這一朵是快要開完了 我這顆繡球花 因為我家是半日照的關係 所以他開花都是朝同一個方向過來的 其實 種繡球花的時候啊 他什麼土壤都可以種 跟有一些植物不太一樣 你像淘金糧的話 他可能比較需要酸性的土壤 會比較好 而繡球花他其實比較不羈啊 他土壤 酸性 重性 都是可以的 只是差別是在於 他開花的顏色會不一樣而已 如果你調酸的話 他花色比較藍 比較顯的話 就是比較紅色 我這款 伊豆物語 我記得他的 繡球花這一款 我有點忘記 去年的時候 他在解雅看到是什麼情況 我記得他調酸的時候 好像沒有那麼藍 不是天藍色的那一種 他好像是比較偏向紫色的 比較深紫 偏鹹的話就有點帶紅 我這個顏色可能是 不曉得 他是不是剛好是位於中性的顏色 不是很清楚啦 因為我的圖欄應該是 之前說的那款混合圖啦 沒有PH值的那一款 結果繡球花花色就變這個顏色 變得應該是偏向中性吧 除非你買的繡球花是那種白色的 有一種繡球花它是不會變色的 我記得那一款叫砂糖 它是屬於不會變色的繡球花 在突然霜顯度上 但絕大多數的繡球花它都會變色 有的會變得比較紅 有的就像這種紛紛的 或是比較白一點的 調酸的話 像這款繡球花它最多最多 好像是紫色的樣子 一般的繡球花可以開成藍的 有的甚至可以添藍色 所以繡球花它是以品種而定的 我這款繡球花它的學名 我實在是真的有點忘記了 它的一鬥物語那個名字 那個網站要找了 因為那個是在解壓臉書看到 因為我真的忘記了 如果我真的忘記的話 我學名會先寫繡球花的名字 後面它的真正的名字 我可能還在查一下資料 總之這款繡球花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台灣比較少有 在台灣你在花式上看到的 可能是未來跟美加質 比較常見一點 所以這款一鬥物語 還算是比較少見的一款 繡球花的花期啊 每一年通常是陸下的時候 除非你是去花市買那種 它可能是溫室挑過的還怎麼樣 事實上繡球花真正的花期 是在五六月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台灣是正值陸下的時候 這也是為什麼 我比較不太建議種繡球花的原因 因為台灣實在太熱了 所以繡球花的花期是剛好接近 五月還六月的時候 剛好高溫快要三十度的時候 今年的花礦是還好啦 所以很多人都會種那個什麼仙丹花就對了 那比較簡單那一顆 繡球花 它那個 如果它是正值開花階段的話 建議補充水分 因為它正在開花的時候 花越大越多的時候 如果是溫度太高 夏天太熱的情況下 它的葉子會整個垂下 花也會整個爛喔 嚴重的話 它的花的壽命會整個減短喔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如果你是沒有開花的時候 它還會稍微的耐高溫喔 但是它正值開花的時候 是反而不耐高溫的 因為它這個很吃養分 所以通常繡球花開花的時候 盡量是放在半日照的環境下 繡球花相較起來 它比較不耐寒 冬天的時候 它會落葉 幾乎是沒有葉子的狀態 可以說是白粉病啊 很容易引發 很多人都以為 啊繡球花怎麼冬天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 它怕冷 所以繡球花在冬天的時候 幾乎是沒什麼葉子 千萬不要把它丟掉 還真的有人把它丟掉 真的奇怪 因為這個是繡球花 跟仙丹花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 新手養仙丹花會比較好 你會養仙丹花 你這樣養繡球花 比較不會感到那麼大的挫折感 其實繡球花這個品種 我家還有一顆 跟它同一顆的 好像叫做收蘇 我有點忘記它名字 什麼草莓田收蘇啦 跟它同顆 然後很多人說什麼 啊什麼 有一種繡球花 它開白色 像樹一樣的 或者是你們說 那個什麼圓椎繡球 它們是不同顆的植物 那個圓椎繡球 還蠻貴的 以台灣來講 哇它那一顆 五六寸 差不多到新台幣 一千塊三下 還蠻貴的 對啊 而且它才來台灣 剛進口沒多久 你可以等待 不用那麼擠的買 對 而且它其實比較好養 圓椎繡球 跟木繡球 比繡球花好養得多 我也還蠻 我也是蠻推薦的 如果你們有空間的話 可以再買那幾顆 我家是沒什麼空間的啦 所以實在是 沒有辦法再入手那個 繡球花 那如果你照顧得好的時候 它這個開花 維持一個月 是沒什麼問題 對啊 如果太陽很大 平常上班族 可能要注意到這件事 以我家來講的話 這邊西曬還蠻嚴重的 所以花的壽命都會減斷 對啊 所以 這一點你們要特別注意 像這一朵就是啊 這一朵應該是有下雨的關係 它的花才變這樣 這一款繡球花的葉子 也同樣比較黑 所以我才會說 它跟那個未來啊 還有那款賽布蕾納 鎂夾子比較像 但為什麼它這個 為什麼我養的時候 它沒那麼黑 所以我還在查 這個是什麼原因 這個不知道是日照因素 還是突然的酸顯度造成 不確定 因為我家這邊日照還OK 所以我不曉得 它為什麼葉子是這個顏色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好像有點褪綠 呵呵 好 好這個就是 繡球花 伊豆物魚